請問今天的歷史題目是什麼 司馬懿父子逃過一劫 這個司馬昭啊 拉開了他的褲子 他就說看來就有阿摩尼亞了 司馬懿就說現在 現在情勢這麼緊急 兒子你怎麼能夠說尿就尿呢 看來只好用 看來只好用我們的唾液來 沾濕這塊布了 司馬懿就說 父親我從來不知道你這麼噁心 你看上面 上面 我們不需要用阿摩尼亞也不需要唾液了 司馬懿啊好奇的往上一看 兒想 反正往上看還是不往上看 都是一個死 不如就往上看吧 突然之間他發現 天上是烏雲密布耶 看來要下雨了 司馬懿說 有救了 我們有救了 砰 的一聲 一個火藥就立刻爆了出來 唉唷 ży會兒我的天阿 噓 沒聲啦 這個司馬懿啊 forsk馬懿啊 浮在這擋住的石頭上面 相當初 司馬懿 差點被炸昏 那時候突然之間雨下來了 嘻嘻 下雨啊下雨 司馬懿啊 抬著頭望著天他就說 天要我活著 我活給朱德亮看吧 說完之後啊 司馬伊立刻爬了出來 一萬人啊 他們就說 將軍您還好吧 司馬伊說 我再也不敢跟朱德亮對決了 說完之後啊 他就立刻昏了過去 一萬人立刻就把它扶上了嘛 司馬昭和司馬斯啊 他們也一次爬過了這個石頭 司馬昭說 唉 都是我們啊 我們要用阿摩尼亞還是用拖液 都沒有辦法染絲這塊布 還是得靠雨水來染絲啊 嗯 一萬人啊 就點著頭啊 就撤退了 一萬人果然很有紀律 在其他的橋上面啊 點了油啊 點了火 因為倒了油 然後再點了火 然後只留一條船給友軍撤退 諸葛亮啊 諸葛亮啊 他叹了一口氣 他就說 難道說 天 天意如此嗎 難道 難道 難道這就是 魔勢於人 成事於天嗎 啊 終究還是功虧一虧啊 諸葛亮說完之後 坐在了四輪車上面 哭了 諸葛亮回贏了 諸葛亮雖然沒有殺掉司馬懿 可是也將 司馬懿在衛南的大本營一舉攻陷 原來那些人 是要去攻擊大本營的 諸葛亮啊 做得很完善 可是 衛炎回來之後啊 他就說 丞相在那裡 那是最大的炸彈啊 北斗七星期那裡是最大的炸彈啊 還是要殺死我 用最大的炸彈來炸死我啊 可惡的成相 竟然叫我把北斗七星期那裡撤退 真是太可惡啦 所有的人啊 全部都鴉雀無聲 洋儀就說 衛炎最近太過分了 嗯?是嗎 諸葛亮早就準備好了退路 他為什麼不要自己去裝呢 而要叫馬帶去裝呢 原因是因為 衛 報 衛炎將軍來了 衛炎將軍怒氣沖沖的來了 衛炎就說 丞相 你為什麼叫我往北斗七星期的那裡 攻擊呢 引誘敵軍呢 害我差點被炸死 五百兵罵 也差不多死個一干二淨耶 丞相竹個亮 他抬起頭來 他罵了一句髒話 他就 呃 他 那個 那個我們用拼音的好了 不要直接唸出來 F U C K 就這個髒話 唉 丞相 你還罵人啊 我不是在罵你 然後啊 祖葛亮又罵了一句髒話 SHIT 他就說 馬帶這個傢伙 沒有想到 竟然不按照我的方式 去把馬帶給我救過來 SHIT 這個 人啊 全部都 涌到了馬帶的營寨啊 馬帶就問 哦 有什麼事嗎 丞相叫你過去一下 哦 是啊 太棒了 搞不好丞相又有什麼樣的 作戰計畫啦 馬帶啊 很高興的來到了這個 丞相的大仗 沒想到 進來之後 就被丞相罵了個狗血淋頭 丞相大罵了馬帶一頓之後啊 立刻啊 把馬帶打了八十大板 把馬帶 馬帶啊 那個 遍體淋傷的扔了回去 我也 這下你滿意了吧 這個 祖葛亮啊 回贏了 這時候呢 到底該怎麼辦呢 馬帶這個時候啊 在營內 營內啊 生悶氣呢 這時候啊 祖葛亮啊 他就偷偷的啊 來到馬帶這裡啊 就 偷偷的這個 走過來 他就敲了敲門 馬帶說 誰啊 他就說 祖葛亮就說 我有鑰匙禀報 祖葛亮到底要跟馬帶說什麼呢 請接下來分享 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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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